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关键词选品,第二个,爆款的营销理念,第三种,制造爆款的方法,第四种,爆款的要点总结,一,关键词选品,前期数据主要体现的是关键词的市场分析,关键词市场分析,主要分析同行产品特点,及价格销量分析,第一,类幕选品,在速卖通主页中,通过类幕搜索结果, 分析来选择潜力较大产品,第二,趋势选品,在速卖通后台,卖家可查看,行业情报,通过行业情报,了解各行业的流量分析,和成交转化分析,由此分析出,相关潜力行业和具体产品类目,第三,通过数据纵横选品,卖家朋友,可以把平台当中的,热销产品的信息如,标题, 好评,评论,订单等信息,通过上述数据,汇总到Excel表中,进行系统分析,重点分析潜力指数,订单数评价数,潜力指数越高,产品质量越好,卖家在做分析之前,要把短期内行业大词挖掘出来,进行搜索分析, 但注意这里,不是建议卖家进行分卖以及抄袭,热卖款的标题,而是建议卖家,离开热卖产品的流量口,去找词 这款分析工具,能够帮助卖家,在最短时间内,找到平台,最具有潜在价值的爆款,然后以同样的关键词,到速卖通买家,端搜索产品数量,就会发现用数据助手,挖掘出来的结果,与速卖通买家,端同样关键词呈现出来的结果,是一样的, 再将分析表格,下载下来,进一步对表格,进行分析处理,加上潜力指数,一栏订单数,评价数通过这种方法,找到平台的订单数量大,但评价数量少的产品,如果潜力指数越大,说明,产品市场前景越大 二,爆款营销理念,一,爆款核心打造,成交转化率,这绝对是影响,每个平台排名的,最重要因素,一个产品的营业额转化率,是衡量这个产品,在平台上的受欢迎程度,当然还有,其他因素会影响,例如主图,标题,价格,属性,详情描述等等 二,爆款营销理念,在分享爆款的,生命周期之前,事实上,爆款只不过是,经历了爆钱选择,整合营销,平台活动,爆款性生产,以及最终实现排水和盈利的目的 三,爆款模型创建方法,一,爆款选择,选择一直是一个大话题,也是电子商务链接的,重要组成部分 但无论如何,选择必须基于数据,数据的选择,是最科学的,感觉不是很可靠 从大方向选择的,产品主要是车站,选择和非现场选择,后台只有背景数据,有必要从这一部分,深入挖掘 具体细节,将在稍后分享,这里只是一个,简短的题集,跨平台选择,和更多关注,某些技术新闻等,具体的,在以下书中提到 二,整合营销,无论哪个平台,必须先在车站内进行促销,先取下车站的车流量,然后再考虑,在车站外进行 目前,AliExpress已对新产品,进行了具体的现场推广,直通车的,新促销活动 新产品确实建议你,必须创建一个,新的直通车促销,快速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你,应该添加更多的单词,毕竟,直通车的有效词,只能显示出优秀的单词,并且有不高的大词 所有大词,都调整到不到一元,存储主页,和相关设置 如果一个新产品,你想集中精力,去推广所有的能量,你需要采取,集中式轰炸方法 尽可能的为新条目,提供所有流量,例如家庭横幅,和定制联盟营销 使用窗口推荐,现在必须使用,此窗口的推荐窗口 当窗口推送新产品时,当您的排名达到,第一页的前十位时 如果您觉得,没有任何改进,您可以使用窗口建议,强制增加产品排名 如果发生,重大事件或节日,可以提前三至五天,为防暴产品,设置窗口显示 这有利于,产品等级的提升,在非现场促销的情况下,实际上,还有更多,最常见的是YouTube,Facebook推广等 虽然有很多外部电台,但人们的能量有限,事实上,你只需要,玩一个就够了 例如,你只从事YouTube视频推广,或者只研究Facebook推广 三,平台活动 平台活动里面,最常见的日常活动,就是Today Deal 虽然一直在不断改版,以及优化升级 比如新版Flash Deal,记得之前报名的时候,审核通过率还不错 比如我经常报名的鼠标,动不动就上平台活动 一上去,先不说订单,最起码给你店铺,带来很多自然流量 当然最重要的是,带来订单 鼠标的话,正常上,活动应该都有,30至40个订单吧 也不是很多,随着平台活动不断升级,出现了,活动疲劳度的概念 一个listing一个月,最多只能上两次 这就比较尴尬了,导致现在上活动的listing是少之又少 当然你是好卖家的话,后台专门有针对,金银牌卖家的活动 这个还算是,一个大福利,流量倾斜上,是不错的 有人说,要怎么才可以报上平台 第一很重要的一点,你的这个listing最近30天一定要出单 起码也得5个以上吧,没出过,单不用是肯定过不了 第二如果这个listing有评价的话,第一个feedback一定要是好评 否则通过的概率很悬,第三要转化率,还不错的 也就是说,你之前通过了,但是上去,没出两个单 再报的话,机会就渺茫 四,报款要点总结,打造报款的核心,是转化率 转化率,是靠整合营销来带动,特别站外,推广转化率更高 更有利于打造,报款提升排名,站内购买,注重价格,站外导入重品质